接下来我们就讲面向对象比较重要的一个地方 就是面向对象的三要素 这面向对象如果要就问唯一一个比较基础 然后比较重要的概念肯定就是问三要素 我们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是继承 就是此类继承负类 就是面向对象要可以一层一层一层的继承 这点我们其实在React开发中应该会经常见到 等我们写代码呢 我们可以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下 继承我们是日常 如果是你用那个框架应该是用的比较多的 封装 封装就是说我一个对象里面呢 我可以把一些属性一些方法给它保密下来 不让别人看见 有一些呢我可以开放出去让别人看见 这点在我们的前端的GS里面 包括后的NodeGS里面 用的都不是很多 因为ES6也好啊 包括ES5也好啊 它都没有这种语法的特性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那个Tapscript 那个TS来演示一下 到时候我们可以干嘛演示的看 第三个是多态啊 就是同一接口不同实现 这个在前端用的又是比较少 因为前端它没有接口的概念 但是我们也是会通过一个例子来简单的模拟一下 来说一下它是什么意思 总的来说呢 就是说面对象很重要 这个思想很重要 它三要素的概念也很重要 然后这个继承封装多态师的三要素 继承我们可以用的比较多一点 但是那个封装多态呢 我可能用的少一点 但是我们需要去掌握它 这三要素的概念我们都需要去掌握 只不过有的你可能会找到之后 用的会稍微多一点 有的呢你可能会用的稍微少一点 但是你不知道呢肯定是不行的 掌握了了解了和你不知道 完全是两回事 所以说我们就一步一步演示一下 我们先看继承 首先第一个这是我们之前demo的一个截图 我们就直接看从那个代码中看 大家看这个我们先定一个叫负类 我们之前没有这个负类之类的概念 我们这就先写上负类 就是它是一个上层的一个类 它是一个procent 然后里面name age还有eatspeak 这个是我们上一节课都已经写好的 都已经说了 OK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接下来看 然后是我们定一个子类 people 通过这个people呢 我们可以写一个student来继承这个people 你看这个people它是可以有name 有age 可以eat可以speak 也就是说是个人 他就他又有名字 有年龄 他可以吃饭 他可以说话 但是人非很多种 人是一个大类 认为人是一个很概括的一个大类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负类 然后呢 我们可以定一个子类 就是某一部分人 哪一部分人呢 就是学生 学生继承了people 然后那个学生继承了people之后 他在创建的时候呢 也需要传name age和number 就是学号 就学生都有一个号码 然后传入name age之后呢 我们就执行这个super 就是说 super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name和age 传递给这个负类的 这个过度函数来执行 就传递给负类的过度函数来执行 我们不管它 然后我们自己来处理什么呢 自己处理number list number 就是说我们把学号给它弄上 为什么不在这个people里面弄学号呢 因为学号只有学生才有 其他人可能没有学号 但是其他人都有名字 都有年龄 都可以吃饭 都可以说话 但是那个学生呢 他也有名字 有年龄 但是他只有学号 对不对 就是只有学生有学号 其他人可能没有学号 另外我们定义一个方法 就是study 就是学生他可以学习 真心学这个 学习这个动作 但是其他人呢 可能不上学的 或者说随身之外的人 可能就是没有study这个动作 但是所有的人 他都是有这个 it和speak这个动作 就是这个是个负类 这个是个子类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extense 关键字 它是个集成的关键字 我们在这个子类 集成了负类之后 我们看看怎么用 我们首先定一个小名 小名等于什么 等于new students 就他是一个学生 然后我们把姓名 年龄和这个学号 学号就是A1 我们这就随便写一个A1 转移去之后 我们可以执行这个小名.study 因为他也是学生嘛 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打印出他的学号 而且我们可以执行什么呢 我们可以执行小名.it 为什么可以执行小名.it呢 包括下面这个小红 复制成一个new study 传入姓名年龄和学号 他也可以执行study和speak 你看这两个实例 这两个小名 一个小红 这两个实例 他既可以执行这个student里面 这个study和这个打印这个number 他又可以执行这个 我们在people里面 定义的这个it和这个speak 就是fully里面定义的这两个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实例 既可以去执行 子类中定义的这个方法 又可以去执行复类中定义的 之前定义好的这个方法 这就是一个集成的概念 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复类 我们只有这个子类 而且子类没有extense people 就是没有集成的话 那我们在下面打印这个it和speak的时候 那肯定是报错的 好 我们就来代表演示一下 这样我们就着之前那个环境 我们classperson这个就不再改了 当时那个要改一个地方 就是说我们先把这个下面这个删掉 PPT里面那个类名是people 对吧 是people不是person 所以说我刚才口误 我刚才口误就是因为上一节 那个定义的这个类名是个person 然后这儿是个people 用什么都行 那我们就这一节就统一定义成这个people 然后接下来大家看 过到凯数里面有name有age 然后有it有speak 对吧 这都是我们上一节写好的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定义这个students extense extense 大家注意这关键字 extense 这个s不要忘记 这个后面这个s不要忘记 extense people 然后constructor 然后constructor 我们肯定需要name,age和number 和number 也就是说姓名,年龄和学号 然后这个姓名和年龄呢 我们直接交给这个sweeper 直接交给这个负类 就是这个people类的 这个constructor来做 这个地方直接执行这个sweeper就行了 sweepername,age 这样的话 他就会把这个转到这儿来 就是到这个负类的这个 过得凯数中来 然后这个number是这个students 特有的,对吧 其他的人 不是学生的人 可能没有学号 所以说我们就这儿单独处理 number数乘number ok 那我们再定义一个 学生特有的一个方法 或者凯数 叫study 就是学习 然后我们看一下alert this.name study 这两个定义好之后 就是一个负类 我们写一下 一个负类 然后一个子类 继承 负类 ok 那我们就处理化实例 我们先定义小名等于new什么呢 new 大家注意new就不要new people了 我们要new这个students 就是把它声明成一个学生 然后姓名 年龄 学号写成a1 写成a1 好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实例定义好 小红 负设成newstudy 然后小红 那个年龄11 学号a2 这样的话我们 我们看一下 我们测试一下 就是 小名.study 会是怎么样 因为小名它现在是一个newstudents 它是一个学生的一个实例了 我们直接alert 这个小名的number 就是小名的学号 我们这应该定义的是a1 然后我们再执行这个小名.eat 小名.eat 这个eat的方法是 它的负类里面定义的 我们看一下行不行 然后另外 小红.study 小红.study 就是students里面定义的这个方法 然后小红点 我们这次不再执行eat 我们执行这个speak OK 那这样我们就写完了 写完保存之后呢 我们到命令行中 如果这个地方 你之前的命令没有关 那你的旅转器 肯定是自动刷新的 那我的这个命令行中 命令关了 所以说我们要重新去开启一下 好 大家看小名.study 对吧 然后a1它的学号 是吧 然后小名.eat some thing 小名.eat 这个方法 就说明我们正确的执行到这个负类里边来了 OK 继续 小红.study 就是小红在学习 然后my name is 小红 A值是11 比如说 我们在执行这个小红speak的时候 他已经执行到这个负类里边 把这个打印过来 好 然后就这样就结束了 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整个把这个类的这个继承 可以演示了一遍 这些负类里边的这个继承 我们可以演示了一遍 这个继执行到这个负类里边的